心空才会因空果空 菩萨为众生固入生死 什么意思呢 菩萨为了救度众生 他才到人间啊 因为人间就是生死间 因为你到了人间 那一定有生就有灭有死啊 为众生如生死 所以才会有生死 菩萨也会生病 菩萨降临世间 就是为了众生而来 娑婆世界的众生 分分秒秒都是在生死之间啊 你们是不是分分秒秒在生死之间啊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好好的在马路上走路 只要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开车撞上来 你是不是一秒钟就可能没命了 他喝醉了 要懂得分分秒秒都是在生死之间 要是菩萨没有大慈悲和大无畏的精神 怎么会到这个生死间来救你们呢 师父有时也想 菩萨到了这个人间 总有死的一天 想想 也是很惨的 在天上那么好 从来没有死的概念 到了这个人间 就要受到死的报应 苦不苦啊 观世音菩萨到人间 做妙善公主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知道 总有一天会离开的 济公菩萨也知道 总有一天 他会离开的 但是 肉身走的时候 总会有点痛苦 释迦牟尼佛走的时候 还头痛三天 也要受人间报应 想一想 菩萨的大无畏和大智慧 一般众生学不会的 什么人肯陪着人家 跳到火坑里去啊 除了菩萨 没人愿意跳火坑 进入生死之道 实际上 师父把人间称为是 生死之道 人间最大的两件事情 一件是生 一件就是死 在生死过程中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大事情 全部会过去的 就不是大事情 只有生是大事情 死是大事情 所以 这个人间是生死之道 但众生 还要为了当中这些 乱七八糟的 名利去争 去斗 干什么呢 学佛了 还要讲这个不好 讲那个不好 还要去做这个事情 还要去做那个事情 你不就是在 伤害自己的会命吗 你学什么佛啊 我们稀里糊涂的来 不能稀里糊涂的走 我们到了人间 要解决的最大事情 就是了脱生死啊 你连生死都不能了脱 你到这人间来干什么 菩萨修心 为了跳离生死道 也就是封闭生死观 菩萨就是为了把生死观给封掉 所以菩萨才会寻找到 超脱六道 进入四圣道 得到完全的解脱 但今天 菩萨发愿 生生世世的救度众生 因为是菩萨 他发愿要解救众生 于水火之中 所以 他看见人间这个火坑 菩萨也得往里跳 因为菩萨救人 就必须要到人间 因为消防队员要去 把人家从火坑里救出来 他就必须冲进火坑里 这就是佛 这就是菩萨 菩萨因为已经许大愿了 菩萨说了 生生世世 要救度众生 所以 陪着众生 过生生世世的人间生活 你们身边都有菩萨 你们周围都有菩萨 所以不要对身边的人不好 对身边的人不好 实际上 就是对菩萨不好 因为众生 就是未来佛 所以对众生 要爱护 师父最后跟大家讲 法身 要如如如不动 如来如去 有来有去 一无所来 一无所去 一切如如 有如来去 就是说 你这个身体 和你这个心啊 不要动 心不动 则一清 意念很干净 如来如去 有来有去 望动 心来了 是这样 去了 也是这样 想的时候 心是过来了 想完了 心又跑掉了 你们说 是不是这样啊 当你担心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最担心 过一会儿 什么都忘记了 心不是走掉了吗 对不对 一无所来 无来无去 实际上 你的心本来就是没有的 这心 是你生出来的外心 所以 你没有来过 你哪来得去呢 心也没了 一切如如 无来无去 所以 人家说 心想了半天 白想 很多人 在吵架的时候 会想很多 夫妻一吵架 马上想着 我真恨他 我不能跟他下去了 我找另外一个吧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了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想了半天 难过的时候 说不定 还要发封短信 给过去的男朋友 或者给过去的女朋友 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 到最后呢 什么都好起来了 一切都没有了 你们谈恋爱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吵架的时候 是不是马上就想 去动动什么脑筋啊 真是愚痴至极 一切如如啊 无来无去 学佛人 最要紧的 是要懂得 恒在常住 永恒在于常住 我们学佛人 要想永恒的学佛 要让常住的心 不变异 就是没有变化 我今天开始学佛了 我明天也是学佛 后天还是这样学佛 我永远这样学佛 你就成功了 如如不动 不变异 法身佛 本质如如 什么叫如如啊 你的这个心在人间 你虽然有肉身 但是 你这个心的肉身 和你这个心 已经修成法身了 已经是菩萨了 你很自然 你一切都是自然的 自在如如 恒在常住 对不对啊 你们的心里是佛 你们的身体 也像佛了 所以 你就智德圆满 你的智慧 和你的道德 你的品德 一定会圆满的 走遍法界 即是佛身 佛言 佛思维 比如说 整个的法界 你有一个超思量 无始无终 非修非正 超思量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有菩萨的思维 你想问题 比人家想的 还要深 还要远 你想到的是 无始无终啊 这个世界 本来就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结 哇 心里多开心啊 很多人 不就是因为想到 我生了癌症 过节 要死了 一直难过 如果你的心量 像菩萨一样 想到 我永远不会死的 子子孙孙 我以后 还会投胎 我以后 还会怎么样 当然 这样想的 境界很低 但无始无终 就是说 想到很远 很远 会摆脱 你在 人间的苦痛 非修 非正 很多人说 我要 正悟佛法 其实 学佛人 正悟在心 我本来 就是这样 我本性 就是这样 我就是个 正悟佛 我不需要 人家 来 正悟 你 举个简单 例子 你是位教授 你走在马路上 你会挂个牌子 说 你是教授吗 你又不要 人家 正悟 你本来 就是教授 很多人 很牛 怕人家 看不起他 想显示 自己有钱 每到一个商店 就把皮夹子 拿出来 把钱 点点 这种人 谁都看不起的 显示自己本身 就是不开悟 你本来 就是菩萨 你本来 就是佛 你为什么 非正 非修 非悟啊 心 实际上 是没有表现的 很多人以为 心 是会表现的 实际上 心 是被外心 所表现的 内心是 没有动作的 所以 真正修心 修得好的话 心已经定下来了 没有表现了 心定下来了 会有表现吗 停下来的汽车 会动吗 所以 心 是没有表现的 本来就是 宇宙的大心啊 我们的心 跟宇宙一样大 根本没有表现 宇宙 天空 未来 一切都是照旧 一切都是自然的 有什么表现啊 然后 纯净本心 纯净 没有分别心 明空 明白一切都是空的 这才是 你的真心 真正的心 只是有知识 因 也没有 国 也没有啊 因为心的外心 是由你接触到 六尘之后 你所沾染的 那些习性 进入你的外心 让你的心 变得肮脏 变得下流 变得无耻 但是 真正的内心呢 只要散发出 佛的光芒 把外面 外心的一切肮脏 全部扫尽 没有因 才没有果 我们原来就是这样 我们根本不用忍辱啊 你不要去想 哪来的忍辱啊 还要说 断烦恼记 真正的大乘佛法 讲到断烦恼记 如果你没有烦恼 你要断什么烦恼呢 我不造烦恼 我哪来的烦恼啊 不增也不减 所以 心 是完全平等的 是干净的 不增不减 不够不净 讲到心经了吧 要明白啊 心无有起 心没有起来过 心根本是不动的 原来就是空的 所以 因缘俱灭 你的因没有了 你的缘分 也没有了 实际上 人生最后 就是一个现象啊 你活在人间 就是一个假的 空的 像木偶一样 不就是来走一走吗 如果你的心不动的话 你能做什么事情啊 什么都不要做 我就是生死 解决问题 这才叫 修得高啊 我到人间来 我什么都不要 我要解脱生死 所以 释迦牟尼佛 最后就是 给予人间的解脱生死之道 帮助大家 找到了佛法 创立了佛教 师父希望 你们要真学 不容易啊 学佛学心 所以 心法很重要 看你们今天 听得很开心 师父再给你们讲一讲 因果轮回的真相 你们只知道 因果是怎么回事 轮回是怎么回事 看见怕得不得了 真相是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吗 师父讲点真相 给你们听听 首先 因果轮回的真相 是由你外心的造作 做就是 作孽 加上你的外心的妄动 不应该动的念头 动了 有念头了 你的音 就开始造了 明白吗 你的外心颠倒 梦想 执着 烦恼 这些不好的东西 产生了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造成了你的轮回 那就是 不正见 因为你对所有的事情 看得不正了 所以 你就会造业 大家听得懂吗 我们心 不妄念 心不要有妄念 情性 自本无 因为你的心 没有妄想的念头 你的本性自然 本来就没有的 叫性自本无 所以 学佛人 一定要有明 就是明白 而不能无明 因为无明 不能解脱 因为无明 才是造成你轮回的 大祸根 师父最后 教你们八个字 能够超脱烦恼 超脱因果轮回 己是己明 自然解脱 就是说 我自己做所有的事情 我自己都要明白 是否做得对 想解脱 一定要明白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不要稀里糊涂地 做事情 所以 因果 是自作自受 希望大家 明英国 懂道理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